今天這段影片想跟同學說一下 經濟學上的分工 Division of Labor 簡單說就是專門做一件事 就叫做分工 其實這些題目是很淺的 但是經濟學幾十年來 都是繼續有 我自己覺得原因是因為 Adam Smith 在國庫論那裏 就有討論到這件事 是一間工廠的 一個分工 我想經濟學也是一個比較尊重傳統的科目 巨人說的話 Adam Smith 經濟學之父說的話 他經濟學就繼續去尊重 繼續去遵守 分工這裏可能講一下什麼類型 但是都是MC的懷著 很少叫同學寫一些 simple complex regional 這些字眼出來的 我想不想同學寫太多無謂的東西 我自己就覺得可能是這樣 那simple的原因 simple是什麼呢 就是專門只是做一類的產品 一樣的東西 這叫simple 例如畫家 藝術家 專門做畫畫 或是做一些 藝術的創作 可能畫一些3D畫 或者人體畫 諸如此類 designer 專門做設計的 colonist 專門做寫東西的 test driver 專門載人的 personal trainer 專門做健身的 complex又如何 同一樣東西 就有個工序的 留意 有個工序在這裏 那 有什麼例子呢 例如你出本書 有作家 和插圖的 你看到有 兩個人 但是產品 只有一樣 那就叫complex 那一間餐廳 它可以有 waiter 廚師 和收銀 都是提供一個服務 就拆開了幾個人做 那就叫complex 但是就 如果你想真點 這些分法 其實就 有時候 很難分都未定 例如 personal trainer 雖然說做健身 會不會是兩個人合作 去選一個人 一個就提供一些 健身知識 或者飲食知識 另外一個就教他做 那可以是complex 如果你變成這樣的情況 又或者 譬如學校 提供一個高中課程 不跟老師做 有些人教英文 有些人教中文 但是換到 一些補習社 如果他只是教英文 那個老師 整間補習社 只教英文 英文 只剩下一個人教 就是一個工作 如果他沒有請其他人 幫忙的話 所以其實 可能就要看回 那個情況 才知道 是simple 或是complex 另外 regional 就會是 另外一個分類 就是on-de-lic 即是某一類 某一個地區 專門做那樣東西 這樣叫regional 譬如尖沙咀 遊客區 專門做一些 retail 零售 專門做這件事 或者分山 或者tourism 觀塘 很明顯 以前 現在當然變了很多 一些工業區 中環的 是一個financial center 金融中心 如果不用地域 用國家 中國就一定 被人家覺得 是一個manufacturing center 泰國的旅遊業區 泰國的旅遊業區 就是旅遊業區 跟一般人想到的答案 其实都是差不多的 Practice being perfect 熟能生效 选言任能 选一个最适合的人去做 折省一些培训时间 因为只懂得的东西少些 折省一个转换工作的时间 这里讲一个工厂的情况 工人如果整个工序做完 可能它要转很多次的地方去生产 但如果我只是做一个工序 我便不用去其他地方生产 另外方便使用机器 Facility Mechanization 在课程中 同学要留意 原来未必所有人都会用 例如 这个例子 这个例子不是一个工厂 是一个服务业 一个 rest 那答案有什么 经济原则解释到 那就是Division of Labor 那叫你给三个原因 那这里你发觉 只有四个而已 那上面有五个 那即是没有了哪个 没有了呢 是 第四个 是不是 那折省转换工作时间 其实就未必适合 应该是一个服务业 因为服务业的人已经在做自己 一个厨师 就不可以做经理 接待又不可以做 可以做博士 但未必是经理 但他一定不是厨师 所以实际上 就是增加努工的生产力 那如果努工生产力更多 那如果努工生产力更多 那产品更多 那生活水平更多 那另外分工的好处 就是折省机器成本 那不需要那么多机器 那缺点和缺点 其实比较少考 那从经济学的角度 那当时某些 都觉得好才讨论 那样东西 那经济学都觉得好 虽然有缺点 虽然有瑕疵 但是 没理由反对 这个Division of Flavor 那既然不会反对 没理由在这份卷出 那我估计原因是这样 那当然这里有些MC 那同学如果有问题 那可以再问回老师的问题